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眼神深情温柔但又热烈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两人在剧中相互守护 彼此珍视的深厚情谊 而刘诗诗也是以同样的炙热态度回应 双手环抱住南方的肩膀 一脸微笑温柔地看着面前的刘语宁 不同的是 两人此次是站在内棚的白布面前 似乎是在走戏或者是拍摄官方海报 周围也有工作人员在围观 两人作为演员的职业素养也很强 对于这组公主抱的路透 网友们纷纷表示两个人的互动太好磕了 CP感简直要溢出屏幕 刘语宁的男友力MAX 去男靓女谁不爱呢 这部剧目前还在拍摄中 所以官方也并没有给出太多相关信息和物料 据悉这是刘诗诗记最玲珑 后时隔五年再演古装剧 也引起了许多粉丝的热烈关注 众所周知 刘诗诗毫无疑问是内与古装美女的天花板之一 每次相关路透都是惊艳众人的程度 大家纷纷高喊希望刘诗诗把古装焊在身上 目前刘诗诗新剧曝光最多的造型 是一套白衫和红裙 穿着白衣仙气飘飘 细致温婉端庄 眼神似水柔情 像一位头脑聪慧的大家闺秀 穿着红衣英气洒爽 狭义凛然 手持利剑眼神坚定 完全就是小说中行走江湖的女子 此外 还有一组刘诗诗在剧中的大婚造型流出 凤冠侠配红装相周 再配上刘诗诗绝眉火象 刚硬霸气的眼神 女王的氛围感一下就来了 不得不说 刘诗诗凭借精湛的演技和优渥的五官 性格各异的角色都能被她精准拔捏 虽然在新剧中扮演的角色性格 欲为高冷帅气 但片场的刘诗诗可爱十足 和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十分亲切 休息期间 安静坐在椅子上 嘴里吃着喜欢的零食 偶尔看见镜头还会兴奋卖萌 也让人情不自禁 为其魅力吸引 刘诗诗和吴契龙结婚后 将重心转移到家庭 但生完小孩后休息没多久 便宣布付出 近几年也给观众带来了 许多优秀作品和角色 也期待刘诗诗未来事业 更上一层楼 能够接到更多好剧本 饰演更多心仪的角色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